美国大军的形势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 老卖年高的拜登正在冲向270张选举人票的终点线 落后的特朗普不服气 说投票和选票统计中有舞弊现象 然而观众都在前台 并不知道拜登到底有没有浮游兴奋 反正现在就看到拜登的胸脯离那条线越来越近了 想拽住拜登已经不可能了 按自然节奏 拜登获得270张票 已几乎没有悬念 至于尿剑 只能由身心疲惫但斗志不减的特朗普 特朗普竞争团队 以及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去诉诸司法裁决 这次大选的结果的合法判定 很可能要达到最高法院 现在距离明年1月20日还有70天 从不乐观的分析看 这或许是特朗普待在白宫的最后两个多月 即便走司法途径 在1月20日之前 确定下谁当选总统也是大概率事件 现在没有人能断言特朗普彻底没戏 但是大选的天平已经开始向拜登倾斜 有时候你所认为最坏的情况 未必就是最坏的 最坏的情况很可能不是李东邦当上新主编 而是竞选主编这件事 雅根就是个炮 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有些够坏的情况 你还没有想到 但是没想到不抖一步存在 在支持特朗普的人看来 拜登当选将是非常糟糕的 很显然 这是他们拿拜登和特朗普比较 如果拜登真的能像另外两名民主党总统 克林顿和奥巴马那样去掌管白宫 这倒也符合逻辑 但事实并非如此 拜登当选意味着他入主白宫 但是他真的能成为当年的克林顿 和前些年的奥巴马吗 拜登虽然是华盛顿政治圈中的老油条 但是就能力和个人魅力来说 他既比不了克林顿 也不如奥巴马 这次他的得票 无论是普选票还是选举人票 都超过特朗普 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本人多么受欢迎 而是因为很多人特别讨厌特朗普 林顿说 选前的一种主流分析并没有错 与其说选民是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比优劣 不如说是喜欢特朗普的人和讨厌特朗普的人 在比人数 如果前者比后者多 特朗普将获得连任 反之他将卷铺盖走人 成为自克林顿以来 唯一一个未能获得连任的美国总统 简言之 如果特朗普败选 可以说是他的右手败给了左手 说明多数美国人已经无法忍受 他再在白宫里坐上四年 只要他能下去 选谁当总统都无所谓 投票前 很多人戏称拜登或是白等 从现在看 白等只差一步 就将变成白简 纵观选前各种阵仗 拜登跟特朗普比差的 岂止是行动力 更是火爆的人气 但是投票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 开票后的节节攀升 和多州的最后齐刷刷翻篮 只能说明两种情况 要么是拜登属于那种特别低调的人 明明是一碗服务 偏偏要拜托要饭的 要么就是拜登对大选结果 早就成竹在胸 我就闲庭信步了 由着你特朗普折腾去 咱就看结果了 既然拜登成不了克林顿和奥巴马 那么他现在一只脚已经踏进白宫 将来美国的行政大选将如何来证 这就到了最核心的问题 民主党给拜登配了怎样一位搭档 在国会山具有很重发言权的民主党大佬 又是怎样的力挺拜登 再过两个星期 拜登就要庆祝78岁的生日 等他证实上任后 将很快迎来自己的80大寿 对于拜登 难道民主党只想到了德高望重 却忘记了垂垂老蚁的人生规律吗 忘记后者不可能 老季只要有接班人 就不怕没铲烧才是真 拜登老蚁 但60后的哈里斯正当年 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今年刚满56岁 正是混政坛风华周冒的年纪 以拜登的年龄 如果他在任内因健康原因 无法继续履行总统职务 宣执在更严重的情况下 挂尸在工作岗位上都并非没有可能 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哈里斯将根据宪法直接接任总统职务 就像当年肯尼迪遇刺两小时后 副总统约翰逊急在空军一号的机舱内 宣誓救人总统 如果哈里斯能有一半的可能 从拜登手里接过总统权力 那么他成为拜登身后的影子 成为能量最大的副总统的可能性 将是百分之百 哈里斯有着扎实的个人经历 身为律师的他 曾担任第32任加州总检察长 2016年11月 在参议院选举中 击败同党候选人洛雷塔桑切斯 成为美国参议院第一位印度裔和第二名非裔女性参议员 2020年8月11日 被拜登从11位女性候选者中 选择为其2020年大选竞选搭档 副总统参选人 哈里斯的能力自不用说 心气也甚高 据说2016年有记者问他 如果将来拜登请你当竞选搭档 你意想如何 清高气傲的哈里斯回答道 他当我的副手还差不多 拜登当初挑选哈里斯 放着包括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琪·惠特默 这样颇有竞争力的白人女性不用 很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看中了她的族裔背景 哈里斯父亲是亚买加裔黑人移民 母亲是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移民 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哈里斯的少数族裔出身 和她的良好教育背景结合起来 正好提供了一个对年轻民主党人 最有吸引力的样板 美国副总统历来被称为是 站在总统背后的人 与国务卿这些重要的内阁阁员比起来 常常显得位高却存在感不强 但是副总统又被称为与总统 只隔着一口呼吸的人 毕竟在审法规定的总统涉为继承者中 副总统排在第一位 并且实在人为 作为同时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 是总统的左膀右臂和重要阁员 究竟能量能发挥到多大 完全看其个人的能力 特别是与老总统的关系 哈里斯是什么 与拜登这位政治老人相比 那是完全的民主党少壮派 可以预见拜登如果入住白宫 他的重要依赖对象之一就是哈里斯 不仅如此 在民主党大佬们看来 哈里斯更是重要的后备军 拜登重用哈里斯 即使身为老龄总统的必须 更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从某种程度说 拜登在担任总统的同时 对中文名幻贺锦丽的哈里斯 还负有扶上马再送一程的重要使命 很多人预测 副总统只是哈里斯的跳板 作为黑人女政治精英 已经盯上2024年大选 除了哈里斯 还有一个人物更加重量级 那就是民主党政治老人 在国会山数大更深的现任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佩洛西憎恨特朗普 在他与2019年2度出任 众议院议长后 与特朗普的斗争就更加激烈 把特朗普赶出白宫 是他朝思暮想的事 之前有人问他 如果特朗普败选后 赖在白宫不走 怎么办 佩洛西毫无犹豫的说 那就用放烟雾 把他寻出来 今年初 在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完演讲后 佩洛西坐在特朗普背后 当着电视镜头 把演讲副本一丝两半 他说 演讲中充斥着 令人无法接受的谎言 这次大选 在共和党大佬 为特朗普站台聊聊的情况下 佩洛西可是不遗余力 全力为拜登造势 就在投票日几天前 他在国会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不管投票结果如何 拜登都将担任下届美国总统 这使得人们产生了歧义 佩洛西说这话 是说不管幅度大小 拜登都将战胜特朗普 还是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 大选结果已定 不管特朗普想不想让位 总统绑坐都是民主党的了 佩洛西太想让白宫 也成为民主党的地盘了 这一两年 他去白宫就是和特朗普争执 有次特朗普连说了十几遍 南西都没拦住他火气十足的话头 可是如果拜登当选 在众议院一言九鼎的佩洛西再去白宫 就跟回自己家一样 拜登对这位扶自己上位的大姐大 还不得毕恭毕敬 白宫有哈里斯 国会有佩洛西 一上一老两个女人 从资历上说 有钱有身 但从兴起上说 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面对这样的组合 将很快在白宫迎来 八十岁大寿的拜登 真的能把总统的权力 滴水不漏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老级服役 大展宏图 恐怕是正片前面的广告 而两个女人一台戏的美版 垂帘听证 才是真正的大戏 有这样的组合 美国未来政治向左继续倾斜的力道 将不可避免地加大 拜登当然不会只是坐在 土圆形办公室发呆 但是他也绝对不会 是又一个克林顿或奥巴马 因为哈里斯和佩洛西 这两架马车 已经决定了这一点 希拉里当年没有实现的愿望 四年后的今天 很可能由哈里斯和佩洛西来完成 这也算是继承先列一致吧 现在大选结果在最后的胶着中 特朗普只能背水一战 而拜登却在背着手踱步 在选情激烈的内华达州 五日晚 数名特朗普支持者 在该州克拉克县选举中心外 跪地祈祷 希望特朗普获胜 天武军人之路 但大选必须分出胜负 在拜登胜券在握之时 东宫和西宫已经在摸拳擦掌